哎 嫂子你来了 我老公每天没事上你这里来干嘛 你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嫂子你误会了 误会 我误会 我手机都装定位了 他每天没事来你这个商场干什么呀 嫂子哥估计一会就回来了 要不你躲起来看看 看看就看看 我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哎 大哥 今天咋样 今天还行 卸两车水泥挣400块钱呢 哎 我跟你说 别看这一袋水泥不起眼 这半一天还挺累的 哎呀 你这体格干不了这活 这有什么办法呢 公司刚才人 这一时半会儿上哪找活干下 老婆带着孩子在家呢 我总得给他娘俩吃喝嘛 哎 对了 妹子 你给我拿块丝毛巾 我擦一擦 我擦一擦买 要不一会儿回去啊 她可担心了 行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好嘞 下会儿有活儿 记得看我啊 半年的真人 在运营记这只吃素散 情形不利的朋友 勇敢紫成圆 小心 埋葬前 也不忍不开 我希望还能在想的海满 为那最初的让步 那些藏在心中的心术 抛一样掩护着某次一次 我希望还能在想的一次 快乐呢 走不上次 老师 为你 起风险 为你 牵手